高考动员大会前一天晚上 闺蜜偷偷来找我说她有了一个系统 第二天动员大会上 只见她冲上讲台 掀了校长假发片 全校都炸了 而我手机响起声音提醒 银行卡到账34200元 我也炸了 夏日炎炎 吹过来的风都带着腾腾热气 却丝毫不影响台下我们的热忱 台上的老师讲完激励的话语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按照规矩校长上台发言 周遭的热情突然磨灭了一半 只见大富翩翩的校长上台 他一手拿着话筒 一手摸着大肚子 他说 我不知道送走了多少届高考生 你们也只是其中一批 不要以为自己是最特殊的 在我们国家 高考生多的是 都是地理的韭菜 喝完一茶又一茶 现在都是大学生遍地走 高中生不如狗的时代 读了两年书 平常见了老师都不知道鞠躬问好 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读书都都傻了 现在李一廉耻都不知道 我听得直翻白眼 服了 这校长又开始了 周围开始窃窃私语 提尾 真服了 还说我们没问好 以前问好的时候 他搭都不搭理我们 还有脸要求我们鞠躬问好 班上后排同学白眼翻上天 听他说话 简直浪费生命 他是怎么当校长的 校长见状 猛的一拍话筒 刺耳尖利的声音 哗啦众人耳朵 看看你们什么的态度 说都说不得了是吧 这副样子还能考上学校 他只能当个扫大街的 一天到晚和垃圾作伴 台下安静如鸡 我悄悄捏紧拳头 真的很想一拳打在那张大脸上 开口你们就是贱 欠骂不骂一顿就皮痒 不像我上次出差 去国外学校看到的学生 他们的学生个个都比你们强 你们连他们的脚趾头都比不上 平日里多该向国外学生学习 靠真的忍不住了 怎么还重扬媚外 这是什么垃圾校长 台上的校长喋喋不休 台下的学生气得面红耳赤 我试图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 却瞄到一个人影冲上了讲台 那不是我闺蜜夏小小吗 我和夏小小不是一个班 她理科我文科 理科尖子班刚好靠近讲台 只见他冲上去 一把薅走了校长的假发片 露出蹭亮的光头 台下穿了一阵哗然 校长气得面红耳赤 只想抢回假发片 只见夏小小在和校长争夺假发片时 又抢走了话筒 然后把手里的假发片往后一抛 等校长去剪假发片时 夏小小早已经拿着话筒开始发言 她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校服 风吹过勾勒出净瘦的身躯 夏小小举着话筒站在五星红旗下 她说我们生于天地间 长于红旗下 目光索急接滑下 国家告诉我们 做人要脚踏实地 堂堂正正 那么扫大街 捡垃圾又有什么可耻 靠自己的双手 干干净净不就是最强的 夏小小一连串说完 又冷眼看向锦玩发片的校长 而有些人 吃国家的 用国家的 偏偏要跪着舔别人 我看他才是无知挥用者 是骨子里严重重扬魅外的奴才 而我们少年 自当自强 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 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魅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掌声响起 惊久不息 全笑炸了 夏小小一番发言 振奋人心 我带头在下面喊好 穿梭在人群之间 捏着嗓子助威 说得真棒 魅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杨妃滚出意中 众人也反应过来 配合大声喊道 杨妃你不配当教师 杨妃你个避避避 嚯 骂得真脏 这可不是我喊的 我裤子口袋突然震了一下 拿出我的老年纪一看 银行卡已到账三万四千二百元 我颤抖着手数了数 是我这辈子没见过的数字 我咽了口口水 昨晚闺蜜说的 真的发生了 他真的有个系统 我不禁回想起昨晚的场景 夏小小半夜不睡来 我家外面敲窗户 我赶忙把打开窗户 让他进来 拉着他转了两圈 确保夏小小没有挨打后 伸手点他头 怎么说 我家也是二楼 你爬窗干什么 往常夏小小都会反手 给我来两巴掌 这次反而不躲了 捏住我的手 表情非常严肃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我被他严肃的表情逗笑 怎么 难道你是流落在外的真千金 现在要被接回去了 夏小小一脸正惊 我的笑容停住 不会吧 小说照进现实了 夏小小 是小说照进现实了 不过不是真假千金 他敲咪咪的靠近我 手点着自己的脑袋 狡黠一笑 他说 我这里面有个系统 系统告诉我 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篇 追欺火葬场的小说 而我是女主 你是炮灰 闺蜜可不会骗我 我立马就先了夏小小的话 追欺火葬场 我可听说过 绿文女主过得老惨了 我一脸担忧 你不会被挖眼挖身挖心吧 他撇撇嘴 面露不屑 不止 按照原文理 我还会流产堕胎掉悬崖失忆 最后 车祸恢复记忆 原谅男主 那这个系统 要强迫你自己剧情了 现在知乎都这么写的 然后女主死亡 男主疯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正事了 夏小小一脸正色 系统说 我没有银行卡 所以系统问我的时候 我把你的银行卡抱了上去 夏小小拉住我的手 满脸兴奋 逢钱钱 我们要发财了 我一脸感动 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爱死你了 夏小小被停学了 正常 就校长那个样子 不报复夏小小不可能 但这个事情也闹罢了 整个事件经过 被某位不知名的雷锋拍摄下来 上传到了网上 一下子就引发热议 纷纷骂起了重阳媚外的校长 到了晚上 一钟彻底火了 而此时的夏小小 和我正开开心心的 数着银行卡增加的数字 热度太大 很多人都被夏小小的正能量影响 虽然是网上 但银行卡里的数字 还是十块 五块的加上去 钱虽少 数量却不少 夏小小豪迈的揽住我 有了这钱 你就不用去刷盘子了 好好学习就行 我柔弱的靠在夏小小怀里 那就全靠夏老板了 嘻嘻嘻 电话响起 我拿出老年纪一看 是班主任 我和夏小小对视一眼 接通电话打开免提 喂 宋老师 有什么事吗 钱钱啊 我记得你和小小住得近 你和他说一声 明天来学校一下 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好的老师 我会转告小小的 挂断宋老师电话 我看向夏小小 估计是要和你协商今天的事情 到时候可能会吓唬你 夏小小怂怂肩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我点点头 小小一向比我聪明 夏小小今天留下来和我一起睡 反正他便宜爹也不管他 我们数了一晚上的钱 第二天 我们和往常一样 一起去学校 到了教室 我屁股还没坐热 就看见夏小小 被带进了校长办公室 我偷偷的贴在门外偷听 没想到 校长办公室隔音还挺好 只听见什么 你要是不澄清什么什么的 我就把你开除 巴拉巴拉一大堆 不行 不能让小小一个人待里面 我看向班上一群人 心里有了主意 一分钟后 办公室的门报废了 一群学生倒了进来 全是在门外偷听的 校长气得拍桌子 你们还偷听 简直无法无天 还想不想毕业了 我下意识 没想到还有人敢站出来 更加大声喊道 好好好 一个二个都翻天了 老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轮不到你这个兔崽子来管 现在你们都给我背着书包回家 全部开除 我们被赶出办公室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学伟掏出一部手机 笑了 等会发你们一份 众人其声 哇学伟真厉害 杨校长火了 火炸了 热搜前十一半都是他 录音视频也都交到了教育局 被开除的我们没在家里 待满一天又回了学校上课 玲玲趴在桌子上哀嚎 我可以再被开除两天的 得了吧 学伟推了推眼镜 就算你一考也需要卷面分的 抓紧时间学习吧 我笑嘻嘻的捅了捅来 穿班的夏小小 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A大吧 金融专业不错 你呢 夏小小掏出两根棒棒糖 递给我一根 我拆开包装 含住 我也抱A大 学伟加入聊天 新闻系 我不可置否 他微微一笑 那就助我们A大在做校友 时间过得迅速 就算我和夏小小再怎么喜欢钱 也想先高考完再说 高考的前两天 夏小小就住在了我家 准考证 身份证 笔都准备好了没 出发前 我再次检查了下考试带 看向懒洋洋 摊在床上的夏小小 放心 放心 早就弄好了 那就好 可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坐上公交车 一路上都非常平静 但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夏小小安慰我 你就是太紧张了 到了考点 我下了车 我和夏小小 不是一个学校考试 走之前 我再三嘱咐 好好考 照顾好自己 行了行了 你就和个老妈子似的 我白他一眼才走 第一天考试 平安度过 第二天考试 无事发生 第三天考完 我走出学校松了口气 这么多年来 我和夏小小就盼着考上好大学 现在终于告一段落 一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 里面传来夏小小的声音 她笑道 我就知道你考完了 如果不嫌弃的话 来医院看完我呗 顺便给我带份中饭 我第一次打车去了医院 推开病房 就看见夏小小 双手打着石膏 躺在病床上 我望着她苍白的脸 和石膏的手 眼泪一瞬间涌出 我颤抖着手 不知道如何安慰夏小小 怎么弄的 哟 哭鼻子了 一点小伤而已了 夏小小满脸不在乎 这得多疼啊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了好了 跟你说点高兴的 看看手机消息 我在夏小小的催促下打开手机 银行卡到账 10万08650元 这是怎么回事 夏小小骄傲抬头 我今天可是建议勇为 才进的医院 一个小孩从三楼掉下来 姐给接住的 厉不厉害 我一下子忍不住骂她 为什么要逞强 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 你多想逃离那个家 你忘了吗 逢钱钱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但那可是一条生命 我不可能视而不见 而且夏小小停住 嘴角扬起微笑看向我 如果是钱钱 你在现场 我相信你是和我同一个选择的 我含着泪瞪她 你就知道给我戴高帽 事情都这样啊 我能拿你怎么办 夏小小撒娇 感谢钱钱小姐宽宏大量 不过我这个伤残人士 已经快饿死了 你真的不打算拯救一下我吗 啊 带饭 我反应过来 善善一笑 这种事情早就抛到脑后了 出医院取了钱交了费用 买好饭回来 就看了一堆人 围着夏小小感谢宋锦旗 等人走完 我提着饭进来 给嗷嗷待哺的夏小小喂饭 看着她吃饭的模样 我想起来 以前也这么喂过她 我不禁回想起从前 我和夏小小 是六岁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住在摇摇欲坠的童子楼 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夏小小的父亲是酒鬼 还喜欢家暴 动不动就打她 而我是个孤儿 奶奶捡破烂的时候捡到了 正在和野狗抢吃食的我 领养了我 给我取名逢钱钱 那天我跟着奶奶捡瓶子 发现了浑身是伤的夏小小 她大冬天只穿了两件短袖 手臂不满伤痕 正躲在草丛里抹眼泪 我和奶奶把她带回了家 就这样 我和夏小小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她和我一起捡瓶子 一起摆地摊 一起手拉手逃避城管 我给她上药 一起捉弄夏小小的酒鬼父亲 给被打的手 拿不起筷子的她喂饭 直到奶奶去世 由于我年龄满了16岁 所以我开始独自一人生活 夏小小也整天陪着我 她父亲却是个吸血鬼 动不动就殴打夏小小 我不止一次和夏小小说住过来吧 但她不同意 怕连累我 我们闹过 报警 发疯 都不管用 之后不知道夏小小做了些什么 她父亲终于不再管我们 但她还是没住过来 不过没关系 我们整日在一起 一起打工赚钱上学 是世上最亲密的两个人 我没有生日 夏小小也没有生日 户口本上的生日 都是随便填的 还记得有一天 我们两个因为期末考得好 得到了奖学金200元 我们高兴地约好去游乐园玩 但到最后我们 谁也没舍得花这个钱 只花了三块钱 买了一个棉花糖 找了栋高楼坐在上面 看了很久灯火通明的城市 你一口 我一口分完了甜滋滋的棉花糖 那一天我们约定 一定会努力学习 改变自己 夏小小休养了一个月 手终于可以写字了 因为夏小小 是建议勇为耽误的高考 在广大人民的反应下 他成功参加补考 补上他最后没有考的科目 等夏小小从考场出来 手都是抖的 写字写类的 我上前给他的手按摩舒缓 感觉怎么样 夏小小自信一笑 我是谁 A是小天才 那不是手道琴来 是是是 那小天才想吃什么 我请你吃大餐 和夏小小快快乐乐地躺试了一天 成绩就出来了 不出所料 吻上A大 真好 我们又可以一起上学 夏小小经过这两件事 也算是火了 他用系统给的钱 买了个手机 注册账号 一下子获得了十几万的粉丝 还有人来采访他 漂亮的小姐姐 拿着话筒问 请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明知道自己要高考的情况下 还用双手去接 我没有多想 夏小小不好意思的笑笑 当时就我看见了 然后我就冲上去了 夏小小睁着一双大眼睛 无辜的眨呀眨 再说了高考能重来 生命可不会 对不对 漂亮小姐姐笑了 直夸夏小小真棒 之后就按照流程采访完 他们喊给夏小小来了两万块钱 做采访费用 等他们走后 我凑上钱 哇哦 小小 你现在要成明星了吗 她胳膊肘捅我 姐姐赚大钱 走 请你吃饭 之后的日子里 我和夏夏小小平安平安的上了A大 度过了校园生活 这几年 夏小小也不忘系统的任务 宣传正能量 不管什么积极的活动 都主动参加 简直当代雷锋侠 系统也安安静静的 没有存在感 如果不是系统 还是不是给卡里打钱 我还以为一切都是做梦 大三的时候 夏小小直接用系统的钱创业 她先开的餐饮公司 主打一个健康 实惠 当然这动了很多人的蛋糕 但夏小小不怕 她餐饮公司就是要口碑好 公司的口碑越好 正能量宣传的越多 钱越多 就越不怕别人打压她 而我上新闻系 就是想当个记者 凭着这么多年 在底层生活的经验 我每次都能成功打入 夏小小对家公司的内部 去调查他们的内部环境 如果他们没有问题 我自然不会举报他们 但很可惜 他们餐饮内部都不干净 有使用地沟油的 有脚踩酸菜的 各种各样 害得我半个月吃不下饭 就这样 她赚钱创业 还把盈利的一半 全拿来捐款 还成为了十大青年 几出人物 当然我也成功报道了 各种各样的新闻 揭露黑暗 为社会做出贡献 要不是我职业特殊 不能暴露 不然我也能平上 原以为我会和夏小小 就这样一辈子度过 直到我们毕业第二年 我刚揭露一个地下卖营窝点 回到家休息 正好想着有空 便打算去接夏小小 我记得她和我说过 今晚有个晚会 我戴上口罩墨镜 开着车来到夏小小说的地方 给她发了个消息 入场后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夏小小 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西装 脊背笔直 在人群里格外显眼 但我却注意到了 她皱起眉的表情 顺着夏小小的目光看去 是一个高大的男人 她穿着黑色西装 在一群大富翩翩的男人中 显得格外出色 乍一看 还以为她和夏小小是一对 我的心沉下来 看来男主上线了 好在这些年 我们也没有虚度光阴 夏小小的公司越来越大 早就不止餐饮行业了 公司也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逢下有限公司 我虽不出名 但人满意 因为我这几年的良好表现 吃上了国家饭 所以不管这个男主要干什么 我和小小也有底气迎接 在我观察他们的时候 夏小小也看见了我 她高兴地朝我走过来 去被男主拉住了手臂 我没听清他们说什么 只看见夏小小甩开 她朝我走来 她挽住我的手 走 回家去 我也正想着回家商量商量 就任由夏小小拉着我走 怎么回事 是男主吗 一回家 我就拉住夏小小问起来 是他 夏小小烦躁地抓头发 没想到他真的和书里写的一样 大到脑残 刚毙自用 怎么说 夏小小掏出一张房卡 嗯 他塞给我的 说晚上等我 鸡皮疙瘩爬满身体 这男主有病吧 心里这么想 我也这么说 哦 这男主脑残吧 谁说不是呢 还顶级世家的掌权人 见我第一面就塞房卡 还露出一副 女人你就感激踢淋巴的模样 我之前都以为 系统说的只是夸张 没想到都是真的 我沉硬片刻 开口 如果系统说的都是真的话 那我们要做好准备 男主不会轻易放弃你的 再问问系统具体的剧情吧 夏小小点头 和脑海中的系统交流起来 根据夏小小口头转述 男主 傅延毅 顶级世家掌权人 行业做到国外 就算夏小小 现在在A市有一席之地 也是万万比不上傅延毅的 他之所以缠上夏小小 是因为他有一个白月光 宋雅雅 宋雅雅也是个大小姐 虽然没有傅家 有权有势 但也不差 二人青梅竹马 定下婚约 然后白月光查出身患重病 出国治疗 男主不仅没有好好照顾好白月光 反而在国内包养替身 对夏小小强取豪夺 我震惊了 白月光没死就这样 要是死了 男主岂不是能到人家坟上蹦迪 夏小小一脸便利 差不多 书里说傅延毅带着我在白月光坟前 嗯 你懂得 不 我不想懂 回归话题 白月光发现男主包养替身后 也黑化了 他觉得自己反正要死 就干脆回国折磨女主 也就是夏小小 一下子说要夏小小的眼睛 一下子要夏小小的肾 傅延毅也是脑子有坑 滥用全力 真的把夏小小的眼角膜 肾都换给白月光 然后那个时候夏小小还怀孕了 因为身体不好流产 伤心欲绝的夏小小 发现傅延毅 还想把他的心脏换给宋雅雅 为了活命选择逃跑 然后出门 直接被车撞了 冲出来的傅延毅 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夏小小 心痛不已 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 发现自己爱上了夏小小 开始追击火葬场 身为虐闻女主的夏小小 当然不会死 他失忆了 傅延毅一看 觉得天助我也 就骗夏小小的说自己是他老公 他身体不好 不能出门 变相的把夏小小又给囚禁了 之后宋雅雅发现 掌上门来 又是一番虐恋情深 最后夏小小滚下楼梯 恢复记忆 这是什么虐闻 专虐女主的文吗 我甚是无语 这压根就不是你 按你的性格 傅延毅第一步对你抢取好多时 你就已经提把菜刀把它砍了 怎么可能H7了 夏小小一脸感动地抱住我 知我者 逢前前视野 拍掉夏小小作乱的手 我认真思考起对策 如果这个男主真的这么恶心的话 估计下一步就要威胁夏小小 不是从身边人下手 就是对要打压公司 晚上自然放傅延毅的鸽子 等着看他有什么手段 男主也不愧是虐闻男主 不讲道理的手段他都用 第二天 夏小小公司所有 正在洽谈的合作都被抢走 如果只是这点 还是正常的商业博弈 但傅延毅还找来了 夏小小的父亲夏勇来闹事 时隔多年 我在看见夏勇 从心里蔓延出来的恶心 怎么也止不住 这是从生理上产生的不适 我还记得 当年夏勇对夏小小的毒打 面对我时露出的淫血 虽然不知道为何 之后夏勇再也没出现过 但心里阴影还是存在 我和夏小小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 看着夏公司门口大闹的夏勇 然后相视一笑 厌恶和恶心是真实的 但我们面对夏勇时 却没有丝毫害怕 我和夏小小早已不是当初 那两个弱小的孩子了 这一次我们能保护好自己 我不适合露面 因此只有夏小小一个人 下去对付夏勇 虽说在楼上我听不清 但我能看清楚 夏小啪啪两个巴掌 甩在夏勇脸上 一脚踹飞了他 干得漂亮 从小夏勇就仗着身形打人 等夏小小大些 不敢打了 就开始道德绑架 不过我们从不吃这套 现在看他挨打 真解气 夏勇灰溜溜的跑了 但我和夏小小都知道 这只是第一步 夏小小怒打亲爹的视频 被拍了下来 发到网上 然后紧接着许多知情人士露头 说夏小小不笑 读书时也不归宿 整天打工 现在当老板 不知道靠的什么 夏勇也在网上哭诉 女儿赚钱不养老 是个白眼狼 叮咚 夏小小手机发来信息 我凑过去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 上面写着 小小新礼物 喜欢吗 不用想 肯定是副演义 夏小小冷笑一声 关掉手机 不用理他 正好我也想收拾我亲爹了 钱钱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夏小小也算在名利场上 摸爬滚打好几年 并不在意网上的言论 面对散播虚假信息的人 直接收集信息 然后给他们寄法院传票 虽然制止了舆论的传播 但仍然有人觉得 夏小小冷血无情 没有中华传统美德 说他这样的人 以前做的好事 都是装的 一个连父亲都不孝顺的人 也好不到哪去 联合起来 抵制夏小小公司的产品 甚至公司门口 出现了丢出鸡蛋的人 面对这种没有理智的网友 夏小小直接把夏勇给告了 在原告的位置上 夏小小向所有人 撕开了自己的伤疤 年幼饿肚子 冬天穿单衣 被赶出门 八岁以前没有上过学 一直以来自费读书 每天还要承受父亲的毒打 最严重一次 三天下不了床 饿了一天后 才被好友发现 夏小小站在那 听着律师 陈述他不幸的过去 理所应当 夏小小赢了 他成功把夏勇告进监狱 还断绝了父女关系 打了网上键盘侠 一个大嘴巴子 虽然还是有些脑残说 无论怎样那都是父亲 再怎么也不能告他的言论 也都被理智的网友给制裁了 网友纷纷下场评论 父亲怎么了 他不配为人妇 也不怪人家夏小小告他 人家告赢了 你现在在这里乱说话 是怀疑法律吗 地址发我一下 行走的五十万 你是好的不学 学坏的 下次再把封建糟粕揣怀里 妈妈就不认你这个仔 我挑了几条有趣的评论 念给夏小小听 笑得肚子疼 夏小小的一脸无奈的按住 好了好了 现在网友还是很理智的 并不会出现太多脑残的人 不用继续翻评论了 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放下手机 凑到夏小小身边 傅盐依现在在干嘛 按道理来说 傅盐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夏小小吃笑 正在抢公司的订单 现在合作方都来毁约了 他为了抢合作方 宁愿让他们毁约赔钱 到头来不是我们赚了吗 毁约金可不是几万 只能说不愧是霸道总裁 真的不缺钱 夏小小也表示自己不懂 现在就是我们收获的违约金 都有几千万了 不工作都能潇洒一辈子 可能他还有什么后手吧 钱钱 别忘了 他可是虐文总裁 求尽挖肾的好手 夏小小说的有道理 傅盐依发现这些行不通后 肯定会采取极端措施 我朝夏小小眨眼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最近刚好给自己放假 平常我都是一直待在房子里当宅女 只有下午六点的时候 出门散步 顺便去西街的糕点铺买点吃的 今天又是和往常一样 夏小小在公司加班 我随便点了个外卖 凑合了一下 下午六点我出门消食 顺便去糕点铺打卡 刚提着战利品出来 没走两步就被掳上了面包车 我第一反应就是 心痛 糕点铺刚出的新品掉了 我还没有尝过的 下一刻就被捂住了口鼻昏了过去 等我再睁开眼 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仓库里 身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 还有傅炎义 则绑架桥断来了 最近夏小小多在公司加班 傅炎义只能从我下手 来威胁夏小小 想到这我着急起来 嘴却被封得死死的 发不出声音 眼睁睁地看着傅炎义 给夏小小打电话 你的好姐妹在我手里 不想她受伤的话 就一个人到环山三路口 会有人来接你 听不见夏小小说了什么 但能从傅炎义的表现看出来 她冷笑出声 报警 你可以试试 看是你找到的是他人 还是尸体 夏小小又说了些什么 傅炎义的表情缓和下来 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你来 我就不会伤害她 小小 听话 傅炎义挂断电话看向我 朝我走过来 我心里恶寒 面上却露出害怕的表情 不停摇头 向后摩动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傅炎义抬起我的下巴 她说 哼 就你们还想和我斗 天真 等小小来了 你也就没用了 说完 她捏着我下巴的手一扔 我被甩到了一边 我无能为力 只能瞪着眼前的的人渣 心中祈祷 夏小小不要来 但夏小小还是来了 夏小小是被戴着头套 压进来的 她摘掉头套 就看见在地上被捆着的我 随即又看向男主 我已经到了 放了钱钱 傅炎义抬起下巴 那要看你的表现 讨好我 夏小小面露难堪 她捏紧拳头问 为什么是我 傅炎义站起身 手抚上夏小小的脸颊 她说 有几分像雅雅 是你的荣幸 以后 你就永远待在默怨吧 夏小小控制着自己 不躲开傅炎义的触碰 心里恶心的要吐 你还要求禁我 说求禁多难听 傅炎义眼神看向我 随后 捏着夏小小的下巴转向我 明明是你请我怨 不是吗 她在用我威胁夏小小 我笑了 我说 副总 您就这么自信吗 什么意思 傅炎义脸色微变 示意旁边的人倒抓过去 砰的一声 仓库大门被踹开了 警察都别动 一群警察涌进来 傅炎义见状 立刻就想走 却被夏小小一个 聊音腿击倒在地 然后夏小小一只腿 压着傅炎义 擒住她的双手 我也挣脱绳索 配合警察制服了绑匪大汉 等傅炎义被戴上银手铐 她终于反应过来 她看着夏小小 你怎么做到的 你明明是一个人来的 夏小小微微一笑 我是一个人来的 说话间 我搭上夏小小的间 我说 但我不是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从一开始 我就故意被傅炎义绑的 我早就联系好了警察 是你 是你做局 傅炎义双目吃红 此时的她 这才意识到 因她的人 居然是她从来 不放在眼里的人 哈哈哈哈 她陡然大笑起来 又被警察压住 皱疤的衣服 凌乱的头发 显得她格外的疯癫 傅炎义死死的叮嘱我们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还会出来的 她一字一句的说 我不会放过你们 抱歉 傅先生 你应该再也不会出来了 林律师走上前 根据法律 你涉嫌绑架 囚禁未遂 以及根据报案人提供的材料 你还涉嫌器官贩卖 故意谋杀等等 林律师面带微笑 傅先生 法庭见 傅炎义被带走了 这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 我让夏小小 待在公司这样人多的地方 先保证了她的安全 在私下联系了林凡 我的同事 也是当初的学伟 现在她也是一名极其优秀的记者 我让林凡调查傅炎义 从她投资的医院入手 书中傅炎义敢私自换器官 肯定手上不干净 果然被查出来了 开非医院 故意谋杀 贩卖器官的罪证 而我引蛇出洞 故意让傅炎义抓住我 先让她坐牢 夏小小在催垮她的公司 让她永远也翻不了身 夏小小拿胳膊肘除我 你啥时候又认识了律师 我反戳回去 林凡的哥哥 林也金牌大律师 后续就靠她了 林凡 学伟 夏小小无嘴偷笑 我没好气地敲她一暴力 想什么呢 你和大律师商量开庭的事情 我去找林凡案整理证据去了 再见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 这些证据都是铁证 傅炎义被判处死刑 三个月后执行 从法院出来 我和夏小小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宋芽芽死了 因为剧情的原因 我们时刻关注着她 却没想到 宋芽芽因为听见傅炎义 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原本重病的身体 一下子支撑不住 伤心过度去世了 我很震惊 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夏小小那年不止拥有了系统 知道了剧情 她还梦见了书中人生 她梦见自己从小一个人长大 从来没有遇见过逢浅浅 16岁那年 她不堪父亲殴打 趁父亲喝完酒杀死了她 在监狱里坐了十年牢 错过高考 在牢里受尽折磨 磨平棱角 变得畏畏缩缩 行满出来后与社会脱节 只能当服务员 本想就这样过一生 却被傅炎义抢取豪夺 被宋雅雅诬陷折磨 饱受折磨的夏小小 逆来顺受 最后因为从来没有过亲情 看在怀孕 有了孩子的份上 原谅了傅炎义 这就是完整的故事 但现在不一样了 夏小小松了口气 她有了冯钱钱 她尝过亲情 有了爱的味道 年少面对父亲的毒打 她也只是半夜 把喝醉的父亲绑起来 威胁她 当年冯钱钱扒开草丛的手 触动了夏小小命运的齿轮 从此以后 世界焕然一新 对了 现在你算大女主了吗 系统任务完成了没 时隔这么久 我终于想起来 鸡脚嘎拉里的系统任务 完成了 系统还说 我们俩表现得特别好 活出了自我 正是当代读者 心中的大女主 作为奖励 我们这些年的钱翻三倍呢 她还说 现在任务完成了 她也要走了 希望我们能继续宣传正能量 夏小小挽住我的手 头靠在我肩上 系统走了 我还有些舍不得 好了 系统也有自己的任务 我拍拍夏小小的手 以示安慰 需要帮助的人 你呢 继续做记者呀 不过我打算去当战地记者 你会支持我吧 当然 我争取成为世界首富 以后让你战场横着走 夏小小拍着胸脯保证 我柔弱的靠近夏小小怀里 一如往年 那就全靠夏老板了 全文完